Yahoo 入行今年第十年 一、三年入训练班 就是今年第十年 由训练班出来 其实做了很多很散的角色 在后面走过 或者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其中一个员工 其实做了很多这些 梁信彥的孙子这个名字 其实对仕途的发展 帮助美于真是很大 梁信彥 如果我们熟辨事圈的历史 其实他真的可以说是第一人 压力是很大的 我很怕自己做得不够好 去影响了他 我很怕他听到有人跟他说 你的孙子不行 做事不行 态度不好 我是很怕 当然你说是否完全没有好处 未必是 因为我知道麻麻私底下 会有时和監製会说 这个我是孙子来的 给一些机会 很坦白说 是一个一招的机会 就是那一次的机会 我演得好不好 其实是很重要的 而当时初入行的 我也是还没准备 家里人给了一个机会 你还没准备 你做得不好 也可能真的没有 所以其实 我觉得压力是大的好处 灵气的反应是超乎预期的 因为真的 我坦白说是没有想过 会 收视会这么好 过瘾的 一定是做大戏 大家看到第一集 又做武生 当然那个是有些替身帮忙 打光得很厉害 我坦白就是替身帮手 那些 但是到最后一集的时候 是真的做文武生 真的穿了一身最漂亮的服飾 在台上真的要做一段戏 去唱一段曲 再加上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大戏演员 幸好是剧组安排了一位文武生 在现场去看着 帮我们调整 和他在现场去执行一些动作 也有些位是会问心姐 最记得是前面有一场戏 是第一次要做手加上唱的时候 其实剧组还没找过一位文武生帮忙 就在现场问心姐 因为去到现场导演一说 那真的要问心姐 心姐到底怎样去做 怎样会更好看 我记得心姐教我 最重要是想着自己很帅 这一刻就很有帅 即场就加上那首曲 做完这一刻 在拍摄的时候 我没想到是否帅不帅 因为我一录音机的时候 我的思想各方面 其实真的是个角色 不会有一丝的软毫钟 所以如果你问我 是否帅不帅 我回答你很不知 我真的不知道 其实我自己是很害怕吊威亚 我不是害怕它拎着那种动作 是因为我其实是畏高的 我走商场 我不可以走在篮杆边 我是会害怕的 就算是一层楼也好 我都会害怕那些来的 可能之前在内地拍摄的时候 因为很多都是古装 而且身体都要拍一些动作器 都吊得多 我试过最记得是两次 第一次是很有型 我做过魔王的角色 很大反派在树上 一下来摆个架 很有型 第一个镜头 我觉得是慢一点 导演就说 喂不够 快点 放慢一点 第二个镜头一来 就说 离心力这么强 这么大 很害怕 大家下来 硬着头部 放个架出来 第二次就是 说我被主角拉下来 内功那些 斜斜斜下来 我整个趴下地 我是真的要 大字形平板地打下地 那一刻都害怕的 最初试过两下 还有个榨面在下面 都真的拍 我把榨面 就眼吃下去 经过这几次的训练 其实会好些 但是 始终都会害怕的 我记得小时候 有时候学校去旅行 整班男生去玩海盗船 整班都是很小的 那些 那海盗船坐满了 只剩下最边的位置 大家又想着 哎差不多而已 那硬着头部坐上去 结果是 就会哭到大家一起惨叫 我不行的 我真的不可以玩那些 很害怕的 但如果拍东西要的话 我会做到的 我相信